先來看看速力喔 Bob哥 這 TOTALLY就應該是你那個年代的車 對 這是我 看是頭的那一代還是最後一代 其實大概從301的時候 我大概就有一點點印象了 其實那時候在路上跑的車 其實非常的少 所以基本上我們講國民車 就是一般人負擔得起 其實我們講一般人負擔得起 其實那個標準還是很嚴苛 因為那時候大概買一台這種車 大概都是如果以鄉下來講 可能就是一棟老大廚那種感覺 但是我們講說速力這台車的確 我們講說育龍這個品牌在台灣 他當然是想要做一些 大家都盡量買得起的車 那我們講說速力從301 其實這個很早 這個如果換算成民國 大概就是民國60幾年 那到302的時候 事實上我家裡的親戚 其實就有開302的車子 那302的車子 其實在路上 其實就開始變得比較普遍了 而且這些車呢 現在在路上 其實我們講說 其實能天度還蠻高的 還算小小一些量 而且我們講到1980年 我們要特別講 這一年呢 到了年底的時候 天有意象 那就是廖英廷要出生了 很多流行飛過去 怎樣 對 所以我們講說 其實呢這些車款 對我來講大概差不多這種五年級生 末誕班的 就大概差不多學齡潛的時候 這些車就開始陸陸續續出現了 但是大家比較會有印象的是 覺得說 在路上開始有很多吸塵車會使用啊 或者是說在路上呢 好像感覺起來 大家就開始買得起車的時候 應該要從這個311 321這些開始 而且那時候呢 其實我們講說這些車呢 為什麼叫速力呢 因為一開始應該叫做Sony Sony 對 但是你如果把它翻譯 如果是日本人來講 可能他唸的時候 不是唸Sony 就有點叫速力 那時候育龍的所有的車 都叫什麼什麼力 對 差力差力 那什麼速力 而且小時候我們也看過 其實育龍一直進很多車喔 其實有些很 像Hatchback也有 有萬力 然後有一個車叫快得力 快得力 後來就衍生成 那個底盤 就是非0101 所以其實育龍呢 在整個汽車製造 在台灣整個汽車製造的發展上面 其實一直存在感是很強的 那甚至有很多計程車 其實也大概都會用這樣子的車 當作那個整個計程車的主要的載具 但是呢到了後期的時候 我們講說 其實到這個新兼兵的時候 其實我們知道說台灣 其實有一段時間 其實台灣有一段時間是這樣 台灣生產的車呢 基本上你會覺得說 好像那些車都不是那麼體面 為什麼 因為呢台灣那時候生產的車 很多都是從日本原廠等於它淘汰了 其實那時候台灣為了要壓低成本 它的板件呢 不是全新開模的板件 是日本有一款車可能它已經停產了 然後就把那個板件送到台灣 基本上那個模具呢 可能它已經壓制過一段時間了 你已經被受限了 對所以它的公差比較大什麼等等之類的 但是到了後期的時候 我們講說新兼兵 這個大概已經到了我差不多大學時候了 那時候新兼兵就不得了了 而且那時候新兼兵還強調它有噴射引擎 其實以前我們小時候其實 有車就很不錯了 後來有一個新的技術上面的突破的時候 大家都把它當作一個主要的話題 那時候這種車有噴射引擎 就很不得了了 對光聽就覺得很開心了 對那像比如說我們講喜美也是一樣 那時候有什麼12氣門啊 16氣門啊 不像現在還講什麼 大概那個等級差不多就等於是現在的這種 主動安全配備 自動駕駛啊什麼的你就覺得很炫 所以這些經典的國民車呢 其實在我們那個小時候 其實都是 你只要開著四輪就不得了了 對 甚至呢我們我小時候家裡有 隔壁停了一台這個車 真的嗎 然後早上起來的時候呢 有發現 這個車不能跑了 為什麼不能跑 因為所有的輪子都被磚頭給頂住了 所以那個年代呢 我不要講偷整車 都是鎖定它的這個都有錢賺 對輪胎都有人偷了 所以那個年代呢 真的是有車 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樣的那個年代 對我認識一位小黃司機 他姓葉 他就開著302帶我去 還給我跳表 那個計程車司機 葉師傅 你走出來了 我走出來 這當年這個計程車很多 對不對 我們那天開兩台車 其實都狀況都還不錯 一台是301 對 然後一台是303 就是這台 三控1跟三控3 它裡面還很舒適 對 因為它其實是1974年的時候 育榮導入 那它其實算是桑尼的第三代車型 對 買到沒大型 一直到303都是用一樣的引擎 A12的經典引擎 對 但是 其實鮑勃已經剛才補充過 那麼多301跟303 到303 其實我對311感情很強烈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你看這全部都是FR的配置 前置引擎後輪驅動 但是到311以後 它開始改前驅的 對 而且311那時候 它不是叫 它雖然一樣是縮三年 但是它的排氣量一定提升 它變成13-15 所以晒起來有比他們更厲害走 但是一樣試速 對 那我為什麼有機會開這個車 我就說你有在當司機兼差啊 最早騎Uber 不是 因為我當兵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奉行國防部 軍兵政策 所以我要兼司機 還要兼四重 對 然後本身的編制又是博長 所以說那時候有機會開到 要報廢的軍車 因為我們在澎湖你知道 離島物資缺乏 你就送一台旅行車 要報費 為什麼 我知道為什麼會報廢 你知道 因為高莊檢的時候 我往下一看 它根本都可以看到地面 已經爛掉了 我把地毯拿下來 我可以看到地面 所以我其實也不用看實數表 我看地面就知道 現在大概跑多快 對對對 然後 但是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303如果遇到積水的時候 你衝過 它有時候有可能會失控 因為它是後輪驅動 你剛說這有個好處是不是 303 對 它303遇到積水的時候 衝過去有可能會失控 那這是好處嗎 不是 就是衝過 撇過 我是要說311的好處 那311相對 它的循跡性就比較好 因為你快失控的時候 你只要一收油 它就回來了 對 然後再來就是321 那321其實末期 就是331要出的時候 它有出進口 對 然後那時候就已經改噴射 對 那到Santra Santra 我們Eddie哥 甚至還有雙門的 最頂級的 最頂級雙門的 每歸140匹的 而且那台車 Eddie哥也開 我記得你開很久很久對不對 我開13年 你開13年 好